祝你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足利平安 感谢神的恩典 让我们再次能够在读经运动 反思的这个平台上见面 今天是10月22号 今早的经文曲子 《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节到第三章十二节 请大家私底下 仔细地阅读这段经文 今天早的反思主题是 神令人复兴的爱 让我们同心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你 再次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 来思考你的话 我们要阅读思考你的话 求神你安静我们的心事意念 圣灵开窍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能够敞开心灵来明白你的话 把以下的时间攻进了交托 求神以为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所求 阿们 弟兄姐妹 一个人的汽车如果受到严重的损坏 无论是外在的车身被刮伤或者是内在的一些机器发生故障 他有两种选择 就是把车卖掉 再另外买一辆新的 或者呢 开到车厂去修理 这个比喻能够帮助我们了解 以色列人的在上帝面前的光景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的内容 尽管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没有找到任何的优点 上帝却仍然保留他们作为他的子民 并帮助他们经历复兴的过程 我们先来看看以色列人他们有多败坏 圣经描述他们是恶贯满盈 无论在道德上 内心或者是行为上 各个方面 他们毫无良善可言 他们因为与外邦人通婚修妻而悲弃了 他们与上帝的盟约 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一节记载说 犹太人行事诡诈 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切可证的事 因为犹太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 取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 再来他们指责上帝没有权利 给他们施行审判 第二章十七节 来到第三章第五节 圣经记载说 他们行邪术犯奸淫起假事 欺压无助的人 第七节说 他们一代又一代的偏离了上帝的典章 甚至在十一奉献和特别的奉献上欺骗了上帝 然而面对这个极其败坏的民族 上帝选择继继续容忍 继续爱他们 上帝甚至应许会派一位立约的使者来修复他们 马拉基书三章一到二节说 万君之耶和华说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 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他来的日子谁能挡得起呢 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 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 如漂布之人的茧 弟兄姐妹 以色列人被炼金后 上帝应许会收纳他们的寄物 接受他们的悔改 并打开天上的窗户 亲服于他们 上帝爱以色列人的故事 正是上帝爱世人的素额 以色列人的邪恶象征着 堕落最终的世界的状况 神早已借着以色列人的故事来预言 拯救世人的计划 马拉基书第三章所说的 立约的使者是弥赛亚的象征 也就是耶稣基督 世界的救主 在他来之前呢 会有一位使者预备道路 就是指施洗约翰 即使我们都因为罪而败坏 上帝仍然爱我们 通过耶稣基督 那位立约的使者的死和复活 上帝已经修复了我们 并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因此我们不再使用这个身体 作为犯罪的工具 乃是要将身体献上来荣耀上帝 并成为他人的祝福 从最亲近的人开始 我们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将上帝的爱广传到全世界 弟兄姐妹 您已被上帝的爱复兴了吗 您已经为上帝而活了吗 让我们同心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你 再次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 我们是一群有罪的人 但因为你的爱 你不放弃我们 你仍然愿意来寻找我们 主耶稣基督愿意来到世界上 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人 让我们重新被带到你的面前 得到罪的赦免 能够被称为神的儿女 求神你教导我们 让我们珍惜这个恩典 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我们继续地 用我们的新的生命 来荣耀你的生命 不再活在罪里面 乃是用我们的生命 来荣耀你的生命 以及成为他人的祝福 我们把我们的生命 完全地交托 求神你带领我们赦免 我们一切的过犯 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我们这样祷告 阿们 谢谢大家 再见